特斯拉VS比亚迪最新情资 2023年6月7日 伊马斯克提出 愿授权同业使用特斯拉自动驾驶技术 近日 通用汽车公司承认 特斯拉在电动汽车技术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对此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表示 特斯拉愿意与其他汽车厂商合作 加速电动汽车的普及 并强调了 特斯拉对其他汽车公司的无私态度 马斯克称 特斯拉渴望尽可能地帮助其他汽车公司 几年前 我们免费提供了我们所有的专利 现在 我们正在使其他公司能够使用我们的超级充电站网络 也很乐意授权 奥托派勒特FSD和其他特斯拉技术 几年前 特斯拉采取了一个激进的举措 将其所有的专利免费公开给公众 这一举措旨在促进电动汽车领域的竞争 加快向可持续交通的转变 近期 特斯拉又更进一步 将其超级充电网络对其他公司开放 这一决定可能会显著改变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的格局 马斯克提到的 奥托派勒特FSD自动驾驶技术的授权也有可能带来行业内的重大合作 这些先进的驾驶辅助技术使得特斯拉与众多竞争对手区别开来 通过将这些技术提供给其他公司 特斯拉可能会显著影响自动驾驶的进展 上个月 马斯克在与福特CEO吉姆法利的一次推特空间交流中曾表示 就像 安卓作为一种通用标准可能对手机行业有所帮助一样 我们可能会开放更多代码的原代码 二据路透社报道 马斯克5日在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小罗伯特·肯尼迪的推特直播节目上表示 在此前的中国之行中 他与中方人士在人工智能问题上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讨 马斯克说 值得注意的是 在我最近的中国之行中 我去见了那里的高级官员 我认为 我们就人工智能的风险 以及对一些监督和监管的需求 进行了一些非常有成效的讨论 马斯克此次访问 正值美中紧张局势加剧之际 标志着中国是特斯拉的重要市场 马斯克明确表示 美中利益交融 密不可分 特斯拉公司反对脱钩锻炼 愿继续拓展在华业务 共享中国发展机遇 3 6月6日 特斯拉官方发文控诉 一汽车博主蔡某在侵犯特斯拉名誉权被判败诉后 因具不履行在相关网络平台 公开赔礼道歉的义务 被浙江省明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特斯拉表示 在人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采集 制作 发布者的自媒体时代 不造谣 不传谣 不侵犯他人合法权意识 每个公民应尽的责任 一条点赞超过26万次 转发超过1.4万次的虚假信息 带来的影响和损害 不言自明 但目前 汽车博主蔡某仍在相关网络平台上活跃 粉丝不减反增 从起诉时的54万粉丝量已涨至540万 但并未因实施侵权行为受到平台的处罚 特斯拉对外事务副总裁陶林无奈发文 相比于谣言带来的流量以及其他利益 这些自媒体即使败诉所需要付出的代价也微乎其微 甚至于还能得到更多的关注 综合考量后 法院着定蔡甲向特斯拉公司赔偿损失10万元 并要求蔡某在社交平台向原告特斯拉上海有限公司赔礼道歉 并置顶持续不少于15日 四周二公布的行业数据显示 特斯拉5月份在英国的新车注册量同比增长了惊人的136倍 远超4月份14倍的涨幅 英国汽车制造商和贸易商协会SMMP的数据显示 上个月新注册的特斯拉汽车达3439辆 而2022年5月只有25辆 特斯拉的市场份额也大幅上升 从去年同期的0.02%飙升至5月份的2.37% 较4月份的1.36% 进一步上升 5 5月份 法国市场电动汽车销量22,666辆 特斯拉毛豆外以2,709辆摘取桂冠 毛豆三名列第七位 除了明觉外 前20位没有中国企业 6 6月7日消息 特斯拉近日重启了在公共道路上对代号为新毛豆三的测试 本周早些时候 电动汽车爱好者在加州发现了这辆测试车 并注意到有些新的变化 新款 毛豆三的前大灯和之前曝光的照片一致 采用了更加时尚和动感的设计 与现有的毛豆三有明显区别 后尾灯也有所变化 转向灯从水平变为垂直 后保险杠也增加了一个类似于毛豆S、X和Y的扩散器 作用是通过加速车底的低压空气 并将其引导到车尾部分 从而增加高速时的下压力 也有助于提高操控性 所以有可能新的 毛豆三会推出一个更注重性能的车型 除了外观上的改变 新款 毛豆三还将搭载最新的硬件4.0HW4系统 包括升级后的摄像头 HW4系统已经应用在了 毛豆S、X和Y上 可以提供更高的自动驾驶性能和安全性 7.6月6日消息 福特汽车公司即将达成一项出售德国工厂的协议 据悉两个来自中国的汽车制造商团体在三家主要竞标者中 据知情人士透露 其中一项投标来自比亚迪 8.随着5月中国新能源汽车销售数据逐步出炉 比亚迪已超24万辆的月销量一起绝尘 中国成联会成 预计2023年中国新能源乘用车销量为850万辆 年度新能源车渗透率有望达到36% 业内认为随着行业政策的持续推动和消费者购买热情逐步释放 释放了新能源汽车消费潜力 后续新能源汽车需求有望进一步回暖 同时随着终端需求改善 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也在持续复苏 谢谢大家阅读 支持 订阅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